实善是佛教对世间善行的总称 也是死后不惰到往生天道的条件 实善是往生天道的条件 也同时是在学佛的过程中 第一个要修行的重点 要做到实善 首先必须要深信因果 明白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一切好坏 都是来自于善因或恶因 如此才能有弃恶向善的念头 所以佛教来说,企愚向善 只要这个实狗里面 我们可以好好学教会 fik戒 使用没作为10千 千也有善因善告 所以在人生外中 可以通过程的顺心如意 所以这是我们佛教来说的 企愚向善的重点 再来呢 当年我们在其他实狗里面 有学习到一个天道 甚至呢 在在修的過程當中有一個標準的時尊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要再進一步提醒 要像我們英工大師在幫我們提醒 譬如有人應該要相信 參與心和參與心 要參與什麼呢 參與呢 我們是一個環節 參與呢 我們在這個修行的過程當中 在相信我台人出書的方面 有很多的不完美 所以我們要在這方面有參與心 才不會呢 因為呢 我們有担保 有担保抵肥 或是有担保生酒 我們那個五萬心就是生氣 常生懺愧心 是要去除我慢心 而常生懺悔心 則是要懺悔過去無知所造就的惡業 以及現在因為習氣難改 所做的不善 透過懺悔 才能不再被習氣業力所牽引 造業 最后 法師與眾心常的提醒初學佛的修行者 一定要常生懺愧心及懺悔心 這樣才能日渐去除我慢心及造業的心 法界新聞 蔡孟章 劉明明 高雄採訪報導